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入主白宫 从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到意大利总理请辞 都证明populism 也就是民粹主义已经席卷全球 民粹主义指的是反对权威 拥护一般大众推崇的政治与经济理念 在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直接受到影响的是 刚接纳民主的亚洲新兴国家 如泰国 缅甸和菲律宾 对此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月15号 邀请众多学者探讨如何维护这些国家的民主和人权 以及中国是否会因为与西方世界贸易频繁 影响它的宪政改革 那么首先 什么是宪政主义呢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的报告 其核心价值在于人和法 政府权力的行使还必须受宪法的制约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戈德斯通补充说 当我看到那些在宪政革命中奋斗的人们所争取的东西 例如法国 美国 英国 伊朗以及其他国家 他们在争取的是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 而不是一个独裁政府 尽管这听起来陈枪烂调 但对人们来说 他们的生活和未来 受到由自己协助创造的法律所管辖 是极为重要的 座谈会中还谈论到 如果一个国家有了宪法 但是没有民主 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香港大学教授迈克尔·戴维斯这样回答 没有民主的法治是有问题的 它使独裁者能够成为独裁者 使独裁者能够越权 有宪法但是没有民主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中国 戈德斯通说 我认为需要强调的是 有些时候即使他们是国家元首 也无法根据法律追究责任 在中国你可以有强而有力的反腐败制度 但是你永远不能碰那些拥有权力的人 无论他们谈论多少法治 无论他们谈论多少反腐败 他们不会按照宪法行事 有一派理论认为 中国的自由经济模式 最终能够影响其由上而下的极权统治 戴维斯对此表示 事实上我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人们争辩若鼓励与中国进行贸易 把它带到自由市场的世界 把它带到国际金融体系 是否能导致中国的改革进程 有理论认为 中国会因此变得更自由更民主 然而现在大多数国家都保持怀疑态度 中国的合法性是我们所说的操作合法性 只要国家运转良好 我认为对其专制政策的抵抗 不足以带来变化 中国近年来 将自己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一个具有稳定 安全和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 但是专家所担心的是 他故意将宪政主义和人权排除在外 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泽宇 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